花莲省政府因为环境卫生问题将禁止使用生机粪作为田间的施肥 对于受风箱的西瓜农冲击很大 有16位西瓜农巷先缘存情 认为这个政策对环境苍蝇的资深虽然是有抑制作用 不过对西瓜产业的种植和收成会造成更巨大的影响 必须要有配套措施才不会冲击到受风的西瓜产业 二期西瓜才刚采收完 不过西瓜农却相当担忧 因为花莲省政府将从明年起推动禁用生机粪作为田间施肥 减少农耕环境污染 农民认为政策是良善的 但也忧心 明年种植与品质可能产生不良的问题 那因为生机粪对于我们种植西瓜是最有利的 那民众呢 就是我们的农民呢 希望说我们这次政府呢 能够开放给他们的生机粪来使用 那因为生机粪呢 对于我们的西瓜是最有肥料的 那对于农民他们也希望说生机粪可以给他们用的同时 他们也会做好繁保 就是说他放生机粪的时候他一定会掩埋 所以这一个这一件事呢 请我们的政府可以放心 我们农民呢一定会遵照这样子来做 对于更改更做习惯以及使用熟机粪或维生物菌的种植方式 瓜农表示政策贸然推动执行都为有相关的辅导与种种资讯令人无所适从 而且使用熟机粪对产量及品质上一定会有所影响 很多程序啦像我们要进府机粪的话先跟公所申请 然后申请以后还要拿一个养机场给我们机粪 养机场也要有那个证明给我们 那上面我们到最后到哪一个地方进来 如果没有扣这个签击塞 会无事到达 市贵不大量跟小粒啦三用的減少啦 那现在管政府要把我们处理过这个茄子齁 一定要不可以不要让我们吃败 应该是要让我们吃败喔 那我把这些茄子买起来 这些茄子买起来 三用的不可以救啊 先议员则认为每一项政策在推行之前 是否能够给予农民适当的适应时间或辅导 才不会因为仓促执行而造成农民种植成本 产量品质等多重问题 那目前因为环保的意识抬头 那当然环保他希望说要把环境做得更好 不过我们希望说能够深入了解我们农民的心声 因为他们种好吃的西瓜必须要有这个鸡粪啦 不过我们倒不如听听他们的声音以外 来扶导他们 我想生鸡粪进入的进住的时候 一定要掩埋 掩埋了以后我想不会造成太多的环境的污染 我想我们农业处 环保局要护起真的农民的辛劳 我们一起来辅导他 来帮助他们 不是一味的就是说限制 惠后西瓜农还是希望花里县政府这一项 禁止使用生鸡粪作为田间施肥的政策 能够跟农民在座协调沟通 通盘考量 达到农产经济生活环境的双赢 记者林杰 说风采访报导 还能够 刘